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肯定不会再抬起那该死的右腿 撞向斯特林的头 这场比赛是彼得延第一场未冕战 第五回合最后一分钟 一次违规袭击 丢掉了金腰带 也成就了斯特林营地的美名 这场比赛后 四场比赛 彼得延只赢了一场 最近的两场比赛 都是分歧判定输给了对手 特别是最后一场 都没有拳手惊呼 彼得延被抢劫了 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大骂财败 甚至有了出走UFC的想法 彼得延1993年2月11日 出生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边疆区的一个小孙庄 爷爷是中国人 奶奶是格鲁吉亚人 母亲是俄罗斯人 小时候的彼得延经常打架 12岁时 家里人为了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 搬到了杜金卡市 个个在那里学习拳击 彼得延也偷偷地跟着一起学 从此便开始了8年的拳击生涯 2010年 彼得延成为西伯利亚国立体育学院的学生 为了不从父母那里拿钱 彼得延在一家夜总会上班 并开始了一些不太珍规的赛事 每场比赛能拿到4000卢布的报酬 他将比赛中拿到的第一笔钱 打给了老妈 并说以后有钱买得起汽车了 再给哥哥买一辆 2014年 彼得延开始参加综合格斗比赛 4年时间八胜一负 两次夺得并未免ACB储量级冠军 2018年6月 彼得延进入UFC 一路火花带闪电 两年时间7场比赛 战胜乌利亚菲波和老国王 和赛二多之后27岁的彼得延 拿到了空缺的储量级冠军腰带 一时风光无良 谁知道那次违规袭击被判复之后 又是两年时间一胜三负 排名落到了储量级第二位 不过大家都不认为 无穷彼得延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本周末的头条大战 彼得延知道这场比赛 对于自己今后职业生涯的意义 有多么重大 我想首先我要赢下比赛 然后再看看下一步如何 我认为我其实已经击败了奥玛丽 如果我们不得不再打一场的话 我将会赢得更有说服力